真如老师把对峙力解释完了之后 接下来真如老师有解释什么叫破坏力 真如老师说 这个破坏现行力是怎么破坏的呢 就是对于已经造作的罪业 产生了强烈的追悔心 然后说我再也不要做这个了 然后真如老师还有特别问大家 那追悔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痛苦 痛苦的实在是无以复加 说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 所以确定以后再也不做了 这个叫破坏现行 但是呢 所以这边已经把这个破坏现行力 所谓的破坏力或者是追悔力 解释得很清楚 就是对于自己已经造作的罪业 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追悔心 强烈追悔到什么程度 我决定以后再也不要去做了 好 但是你要产生这种追悔心 就跟今天真如老师的开始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你要先能够辨识到这个是罪 这个是要该忏悔的内涵 你才会有追悔心嘛 对不对 你根本不认识它是罪 你根本不认为它是个过错 你根本不认为它是个苦因 你怎么会想追悔呢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辨识就很重要 而且我们一定是透过学习 透过听法拿正法来对照 我们才知道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依止力先提起来 用正法来对照 我们才知道这个是错 这个是罪 这个是苦因 所以我要追悔 我要忏悔 而且追悔之后 追悔的过程感受上是蛮痛苦的 但是追悔有一个特色 就是追悔之后 你就会有一个很强的决定 这种事情以后绝对不再做了 有的人好像追悔 但是越追悔越没力 好 越追悔就是非常痛苦 他也不会决定以后不要再找 那就有点 方向就有点偏差了 追悔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为什么前面第一个依止力要提起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是正法的标准提起来 但是正法的标准并不是硬邦邦的 正法是那个具足慈悲跟智慧的佛陀所说出来的 这个具足慈悲跟智慧的思想佛陀 其实就是我归头依靠的地方 那个是我生命最可信赖的一种力量 他慈悲的指出来我的错在哪里 所以当你依止力提起来的时候 其实人是会有依靠感的 会有安全感的 如果用世间话来讲的话 就是你会在一个被爱被关照的状况之下 你发现原来我犯了这个错 你会有力气有动力想改 那不是说在那边哭哭啼啼 好追悔我好差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 又不想改 这就很奇怪 那就是依止力没有提起来才会这样 听得懂我意思吗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如果父母亲对小孩很关爱 小孩子对父母亲也很关公念恩 知道父母亲对自己的期望跟关爱 然后当这个小孩当他发现错的时候 他会不会很想改 因为父母亲对自己的恩很深重嘛 对不对 期望又很深 又一直在支持自己 那我发现我错 我当然会很想改 一方面我对我的错不能容忍 一方面我会很想改 绝对不会说 父母亲对我很有恩 我发现我错了 那我就烂在这边好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很痛苦 不会 你会有一种 因为被关照被照顾的那种感觉在 因为想报恩的感觉在 你就会想很有力的扭转自己的错误 这就是依止力提起来的作用 这样听得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再继续学 那在无怨无悔的这本书的第111页 第111页 那正如老师又有一段开始 也是针对刚刚讲辩士所忏的罪 好 这个主题所讲的 正如老师他说 无怨无悔这本书的111页 我的师父上任下长老和尚 在广论代理讲过很多次 说忏悔的人千万要知道你错在哪里 而且见到师父的时候 只要讲到这个忏悔的法门 常常会看到 有的人跟师父去忏悔 啊 师父我错了 就很悲痛 磕头 很痛苦 然后就退出去 师父就说 看现在忏悔的 错在哪里呢 有的人跟师父忏悔完之后 就躲在他的房间里不出来 一直很痛苦 一直躲着 师父说 有一个忏悔心是对的 但是这种忏悔有点愚痴 这种忏悔的办法 是否真的能够忏到你所犯的过失 因为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你怎么去忏悔已经犯的呢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非常清楚 我犯了什么错 这种错会感得什么果报 然后我来忏这个因感得的这个果 那这一段正如老师的开始就是说 这个师父上二日下场老和尚 他在解释不离道自己广正的录音带里面 他就讲过很多次 说忏悔的人千万要知道 你错在哪里 好 这点很重要 我以前也常常在这个地方 我会开一个玩笑 因为按照我们佛法上面学习到的道理 生命里面也会发生痛苦 是因为以前有造作苦因嘛 对不对 生命里面会得到快乐 是因为以前有造作乐因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真的用业果去想清楚的时候呢 我以前常常跟大家讲 好 如果你觉得是有人害你让你受苦的话 你要想清楚 就是以前如果我没有造恶业的话 就算他害我我也不会受苦 因为决定我会不会受苦的是 我以前有没有恶业 懂我意思吗 那你说有人帮你把你帮起来 其实也要想清楚 认真讲不是他帮你让你 把你帮起来 还是以前你有善业 这个善业把你帮起来了 好 但是这个了解要全面一点 你要思考的仔细一点 有的人会觉得说 好啊 那我故意伤害你 那反正你会受苦 是因为你以前有恶业嘛 那你就想清楚哦 对 你伤害他 他受苦 他受苦是因为他以前有恶业 可是你造作了一个伤害他的业 这个业会让你自己将来受苦 那同样道理 你说人家帮我 我被帮起来 我不用感谢你 因为我以前有善业 所以我被帮起来了 是这样没有错 你被帮起来 是因为你以前有善业 但是他造了一个帮你的业 这个业以后会带给他快乐 听得懂意思吗 好 所以你真正了解业果的道理之后 你就会发现 生命里面的痛苦跟快乐 其实是要自己负责任 好 所以我以前会开一个什么玩笑呢 有的人一边忏悔一边拜佛 好 一边就会说 师父我跟你忏悔 那个人实在太可恶了 师父我跟你忏悔 那个人实在太可恶了 这就是 就是这边讲的 不知道自己错到哪里 他没有看清楚说 生命里面之所以会痛苦 是因为自己有造恶业 所以要忏自己造的恶业 那如果说 师父我跟你忏悔 那个人实在太可恶了 那他会觉得错在自己身上 他会错在别人身上 就是师父这样 忏悔的人千万要知道 你错在哪里 你没发现自己错在哪里 你怎么忏呢 你知道吗 所以那样的拜佛 那样的忏悔 那种方式 我刚刚讲那种方式 师父我跟你忏悔 那个人实在太可恶了 你还是有拜佛 还是有种三根 但是忏悔的效果 其实没有达到 改善自己恶业的效果 其实没有达到 听起来像笑话哦 可是我们常常犯这个毛病 所以要放到心上 很重要 好 所以呢 师父说 常常看到 有很多人跟师父去忏悔 啊师父我错了 就很悲痛 磕头很痛苦 然后就推出去了 然后师父就会说 看看现在忏悔的错在哪里呢 好 那有的人跟师父忏悔完之后 就躲到他房间里 一直不出来 一直很痛苦 师父就说 有一个忏悔心的是对 但这种忏悔 有点愚痴 为什么有点愚痴 就是刚刚讲的 忏悔 但是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这样忏悔是不行的 好这重点在这里 那有的人可能会想说 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想忏悔 但是我的确还摸不太清楚 我到底错在哪里 那时候怎么办呢 你还是可以忏悔 但是你忏悔的时候 你第一个就先忏什么 我连我自己错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为这个事情忏悔 然后我祈求师长佛菩萨的加持 让我早一点看到我自己错在哪里 你可以用这种心态去忏 这样听得懂意思吗 好像其实这个也很重要 尤其是我们往后学的进度 就会看到说 我们要忏的恶业 除了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这一生造的恶业之外 还有过去生 我们不知道造了多少恶业 我们现在也都忘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 透过忏悔自成的祈求 佛菩萨帮我能够 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错 好 越来越真心的忏悔 它是一个慢慢渐进的过程 你不要说 因为我不认得自己的错 忏悔没用我也不忏了 那就永远都没开始 这也很麻烦 好 所以呢 真如老师在后面就讲 好 这种忏悔的办法 是否能够真的忏悔到你所犯的过失呢 因为你 因为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你怎么去忏悔已经犯了呢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非常清楚 我犯了什么错 这种错会感到什么果报 好 然后我来忏悔这个音感到的这个果 所以真正忏悔就是这个特色 就是很清楚知道 自己犯的是什么错 犯的是什么罪 然后透过学习符法知道说 哦 这种可怕的音忏悔 居然会感到什么可怕的果 好 所以这个就要很小心 这个就要很小心 好 你怎么能够认识的 我来试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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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试识的